中国的特高压技术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时间逆袭的 中国的特高压又为何能领先西方的 中国电力技术如何帮助巴西发展 最近一条新闻引起热议 说近期巴西建成的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极大的改变了亚马逊雨林的一些地区百年不同电的历史 而这条线路除了是拉美首条 全球第四条使用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的线路外 同时也是中国首个在海外的特高压直流项目 那么中国的特高压技术又是如何点亮巴西雨林的 相信很多人都体验过从前经常停电的日子 家家户户都有蜡烛 以备不时之需 但如今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停电的时代 也不会担忧什么时候突然停电 这得益于中国电力行业的不断发展创新 为千家万户带去了保障 但这条路也颇为艰辛 从落后40年到如今的领先全球 从设备中的一针一线都是外国货 到如今从里到外的中国制造 从拉闸限电到万家灯火 这条走了40多年的发展之路是怎样的呢 电力行业一直以来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行业 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地位 使得全世界各个国家对于电力行业的发展尤为重视 电力运行是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温度计 也是如今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能源 电力行业中最重要的就是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 就像网络技术中武器的存在一样 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的研究上世纪的60年代后半期 当时工业国家的电力工业处在快速增长时期 美国、前苏联、意大利、加拿大、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家 根据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电力需求预测 都制定了发展特高压的计划 当时建设发电厂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难在长距离输电 当时的技术水平还处在超高压输电技术 没办法完成长距离的输送电力 这也是当时世界各国研发特高压技术的原因之一 特高压技术具有距离远、大容量、低损耗和经济性等特点 在使用特高压技术的特高压交流线路 在输送相同功率的情况下 可以将最远送电距离延长三倍 使用1000千伏线路输电与采用500千伏线路输电相比 可以节省60%的土地资源 在西方工业国家已经建成超高压输电工程 正在研发特高压技术时 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三年自然灾害 面临着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 全国百废戴心 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和能力顾及其他 加之文化大革命运动 中国就这样在电力行业被世界各国甩下 从输电网发展历史来看 起步输电技术从高压到低压 中国一直跟跑西方国家 加拿大在1965年就建成了超高压输电工程 而中国在2005年才有了第一条750千伏的输电网 这比西方发达国家整整落后了40年之久 但特高压技术的研发难度也超出了世界各国的想象 当时的美国、前苏联、日本等世界大国都纷纷投入到特高压技术的研发上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费用 效果却并不明显 前苏联当时的科技水平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在特高压技术的研发上 也采用了很多的优化设计 并且在防雷、防污闪、带电作业、电磁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技术突破 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建成了全长2634千米的特高压线路 自投运后一直运行正常 但之后前苏联解体和经济衰退 导致特高压线路被迫降压至500千伏运行 而日本和美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特高压技术的研发中做了多次的试验 还制定了未来电力工业的宏大规划 最后都因为设备上达不到标准 虽然研发成功却没有办法在国内大规模铺开 实现不了从根本上提高效率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在今年2月份中旬 美国德克萨四周就因为暴风雪导致电力系统的崩溃 基础设施保障体系遭遇重创 400万人挨饿受冻 一夜之间便有11人冻毙 要知道 美国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能源复国 电力资源足以满足资用需求 这也反映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开始落后 并将电力系统过度市场化的问题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下 有美国网友甚至直言 和中国相比 美国就像生活在中上个世纪 同时在印度这个国家 在他们国家偷电早就变成家常便饭 甚至演变成了一个挣大钱的职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早在2015年 印度的发电量就已经超过了日本 俄罗斯 越居世界第三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用不上电 其根本原因就是科研技术水平没有达到 没办法把大量的电力输送到全国各地 印度无电人口一直以近一亿地排在世界第一 但中国自2009年后就很少出现大规模停电现象 这就得益于中国在特高压技术上的发展 前面说到 中国在电力方面的科技水平 落后于西方国家将近40年之久 但到了今天 中国已经是全世界唯一的大规模铺开 全面建设特高压线路的国家 这40年的追赶之路磕磕绊绊 但结果是美好的 为中国的国民带来了坚实的保障 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国从2004年才开始提出 对特高压技术的研发 虽然晚了很多 但是十分迫切 首先 中国是一个一次能源和电力负荷分布不均匀的国家 西部能源丰富 全国三分之二的可开发水资源和煤炭资源都分布在西部 而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电力负荷都集中在东部地区 东西部的中心距离却在500到2000公里左右 这就使得超高压输电技术无法满足未来电力增长的速度 所以对于特高压技术的研发是十分迫切的 但当时中国对特高压技术一无所知 这源自于西方国家的垄断 曾几何时 中国国家电网的专家在美国特高压试验基地考察时 就被要求不能拍照和记录 更不能获取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数据 在这种技术被完全封锁的环境下 中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背水一战 中国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时间 完全靠自己的从无到有的摸索中 2009年建成了世界上首条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电工程 大大提高了输电效率 时至今日 总共20年技术攻坚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个全面掌握技术 和第一个将其投入商业运营的国家 这项技术的成功 无疑凝聚了中国无数尖端科技人才的心血和汗水 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 这是极距离跨度大 沿途地貌复杂 施工难度较高为一体的大工程 如今 中国已经在国内建成14焦16直 共计30条载运特高压线路 此外 还向国外开始技术输出 帮助巴西和希腊等建设电力系统 巴西地理位置十分复杂 一部分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巴西高原 一部分在海拔200米以下的亚马逊河流域 并且多热带雨林 气候炎热潮湿 中国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帮助巴西建走了目前世界距离最长的 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途经巴西帕拉托坎廷斯 格亚斯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五个州 78个城市 满足了巴西1600万人口的年用电需求 创造了巴西特大型电力建设项目新记录 美丽山书电项目 美丽山书电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的示范工程 意义深远重大 不仅展现了中国在特高压技术上的领先全球的科研成果 也体现出中国对外开放 互帮互助 实现世界美好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愿景